腎病 很多時都是沒有徵兆的 腎病很多時都是沒有徵兆的 當腎功能衰竭的時候 更加可能會影響我們身體所有器官的運作 而疾病發展成為末期腎衰竭的時候 更加可能需要長期洗腎 或者等候腎臟移植 今天很開心請到腎病科專科何介良醫生和我們討論 何醫生你好 你好,Phoebe 首先想問何醫生 其實現在常見的腎病有什麼類型呢 其實常見的有多數三種腎病 而中中最常見的就是因為糖尿病 引起的糖尿腎病 而第二種類型的就是 我們所謂叫萬聖神小球炎的腎病 而第三種可能身邊你經常聽的就是因為高血壓 因為血壓高而引起的腎病 而這三種基本上是我們現在最常見的三類腎病 那其實有沒有說剛剛你提過的三種腎病 有什麼主要的症狀呢 可能腰筒小便深色有味或者甚至蛋白尿 其實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腎病 不管你是糖尿病好 萬聖神小球炎或者血壓高也好 其實初期的甚至初中期的腎病病症 很多時候都是非常隱悔的 它可能只是你小便裡面有很微量的蛋白質 或者甚至有少量的血量都不出奇 但是我其實想強調一點 就是這些蛋白尿好或者微型的血量好 就不是我們肉眼見到的 它也不會直接令到你的身體 即是在初期那時候 或者初中期 不會令到你的身體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覺 或者一些症狀等等 所以很多時候其實就是 反而簡單地說一句 在初期或者中期的腎病 其實病者是沒有任何感覺的病徵或症狀 很多時候也是因為這樣而延悟了那些治療 直到可能就是 那個情況越來越嚴重 那些腎的功能 甚至乎都開始明顯衰退 有很多時候就可能開始 比如說那些血壓會高些 會那些蛋白尿的程度越來越厲害 那些蛋白尿會嚴重的話 有很多時候就令到會產生一些 我們叫泡尿的情況 有很多時候就是說 那些病者可能留意到 就是為什麼小便完之後 那次盤還有很多泡浮在臉 那樣 尤其是甚至乎就是 沖完水之後 那些泡沫都仍然在那裡 那這些情況就 就是很大機會 就是因為一些 我們所謂的蛋白尿 那也都就是 大家都要留意就是說 這些情況其實不是正常的 很多時候都要求證到底 這些泡尿到底是一些 因為刺盤不乾淨的原因 引起的問題 或者是真的因為 蛋白尿引起的問題 那再者也都有一些人就是說 可能因為那個血壓高的原因 引致到他有頭痛 那些都會 但是通常那些比較嚴重點才會 那再真的嚴重點了 可能直接有一半的腎的功能 都已經真的壞損了 那可能就開始在嚴血裏面 都開始浮現到就是 我們所謂的那些叫療毒素 就開始有上升的情況 那所以這些 就是才是我們所謂 就是比較中後期 可能會去驗身 或者去自己 才留意到的一些症狀 會不會 其實你剛剛說過 真的沒有什麼症狀 其實真的 是不是很少人 可以在早期發現到 或者 其實會不會 我做多一步 我留意多一點 我就可能會早期一點去查到 其實你單靠自己肉眼 或者身體的感覺 有沒有不舒服呢 其實是沒有的 你完全感覺不到 但是為什麼 有時候有些人就會 初期都會發現到 就是譬如說 如果你去做 有定期做身體檢查 又或者這麼巧 你去買驗疏 驗疏 驗疏需要你做一些身體的檢查 那你去驗一些小便 那時候就發覺 咦 為什麼小便裏面有蛋白質 或者是小便裏面 亦都有一些血尿 因而引起一些猜疑 就是可能是因為 會不會是腎有問題 但是 亦都這麼說 剛才我所說的那種情況 就是大部分的腎病病人都沒有 是偶爾間有一種的情況 就是譬如說 我們就是講第二種常見的 神小球炎引起的腎病 有些人就是他在初期那時候 就會在那個 譬如說上呼吸道感染 喉嚨痛 或者討厭完之後 有些人就會在 接下來幾個星期內 突然間小便 其實排出大量的血液 那些血尿 我們叫做大型血尿 有些就令到小便裏面 好像葡萄茶那樣的色 那這些情況就是 一些比較少見到 可能會在初期那時候 是唯一一些比較會 令你很遺疑到的一些病徵 那除此之外 其他的真的比較少 沒有什麼症狀 那即是如果真的 就算去到中晚期 我真的有一些腎病的病徵 出來了 其實醫生會做些什麼檢查去檢查一下 其實最有用的檢查 就是一些檢查的 尿液裏面的成份 看我還這麼說 有沒有血尿 有沒有蛋白尿 如果有蛋白尿 就是蛋白尿的成份 去到多少 而另外一個就是 加起來 血液裏面的尿毒素的情況 其實最準確的其中一樣 就是甚至乎 你真的測試那個 我們所謂叫腎功能 或者叫 基酸肝清除素的指標 有時候你就是 需要一個 配合一個24小時的尿液 和你驗血裏面的一個指標 那我們就可以 比較好準確地 量度到你出來 你的腎功能值 這個腎功能值 就是用來量度 你的腎能夠排除 毒素的能力去到多少 這個是一個最準確的 但是 但是那個來講 其實有時候開用 都已經比較後期一點 才會看到 如果再早期一點 就好像我這麼說 其實 小便裡面的檢測 看看有沒有蛋白尿 和血尿 是一個最 很初期 已經可以看到的一個情況 那針對剛剛講過的三種腎病 其實這一方間的治療方法 又有哪些 其實那個治療方法 其實都是有很多 其實要兩方面的 除了藥物的治療之外 其實你的 喜肌飲食 你的生活習慣 其實都應該是包含在 你的治療的一部分 當然如果我簡單講了 藥物的治療 譬如說糖尿病 或者血壓高 如果糖尿病 當然你第一件事 當然要控制好血糖 如果是血壓高 引四那種情況 就是說 一定要控制好 血壓去到一個合適的範圍以來 譬如說 以血壓的控制來講 一般我們盡量 希望控制這個血壓 在130 上限在130以內 下限在85以內 就是為之比較理想些 但如果我講回 剛才糖尿病那個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都希望盡量 能夠控制到 在你的血糖值 或者有時候 我們用一個叫 糖化血糖素 那個血糖的平均值 一般最好能夠控制好 在6至7%之間 為之最理想 就是低於7% 正常是4至6% 這些是最針對性的治療 除此之外 如果第二型 那種叫萬聖腎小球炎 那些很視乎 你是哪一類的萬聖腎小球炎 因為萬聖腎小球炎 有幾種 不同的種類 亦都有不同的治療 有物 有些是 包括我們 你也聽到 我們可能用一些 類菇醇 又或者用一些特別的 和你的免疫系統 有關係的藥 又或者甚至乎 一些和你的血壓 有關的藥物 所以在藥物上的治療 是佔了最重要的一部分 但是其實 如果我們真的要把 你的腎的狀況 要控制 腎病的情況 控制得好 其實除了藥物 在合適的不同類型 不同組別的藥物去控制之外 也當中有些 包括一些和血壓藥有關的 例如ACEI 一些和ARB的血壓藥 甚至乎一些 現在類似有些新型的 就是一個 它是糖尿藥 來的 但是呢 其實它是除了真的 控制好你的糖尿之外 它對你的腎的保護力 亦都是特別重要的 這一類的藥物裏面 就是組合了 你在治療腎病裏面的最重要的 但是其實 好像我在說 除了這些方面之外 其實你的飲食的配合重要 就是那些藥物之外 當然如果你是譬如糖尿的人 控制你的糖分 澱粉即是藥攝取量 把你的糖尿控制得好 是整體 不單止是吃糖尿藥 或者打糖尿針 那你吃東西裏面的控制 配合你的藥物 才是比較上理想 再者就是 譬如說你的血壓的控制 包括不要吃得那麼鹹 譬如說 最好亦都有適量的 生活的習慣裏面 有適量的運動 如果你是真的 那個體重是過高的 因為剛才我雖然說 那三類最常見的 人照腎病 其實肥胖本身 都是可以人照腎病的 所以如果真的 那個體重是過高的 其實那些人 就應該真的 把那個體重盡量 都能夠大發下來 減出那個超出的體重 那整體藥物 食物 你的生活習慣 如果吃煙的 停了就不要吃煙 那配合所有其他那些 那你就會發覺 那個情況 控制才去到最理想的情況 那如果說腎病的病人 他們需要控制他喝水量 那如果腎病的病人 要視乎的 如果他的腎的功能值 開始已經影響到 他連排尿的量 都不足夠的話 那如果你喝太多水 事實上那些水 會累積在你的身上 引起水腫 再嚴重的那些水份 會走到肺 引起肺積水的問題 所以腎功能去到比較差的人 他那個飲水的份量 可能是真的要適量地控制 但是我想強一點點 其實腎病 腎病其實是很大的範圍 那其實 如果你真的仔細去看 如果我們用腎功能 這個指標的範圍去分配 其實是有五個階段的 通常第一第二個階段 排毒的能力都是正常 只要少少受損 但是排水能力 多數都還是正常 通常去到第四、第五個階段 那些人就 不止排毒都不厲害了 連排水的能力都開始 可能開始不太厲害了 那些人就開始會水腫 所以那些病人 可能他們需要控制 飲水的份量比較重要 那作為一般人 其實有沒有說 做到什麼方法 可以預防腎病發生 其實 剛才我也有提 就是最常見的三種裡面 有兩種就是三高 裡面引起的寂寞 就是糖尿 高血壓 那所以其實 你要預防腎病的出現 當然盡量減少機會 你有糖會出現 就很重要 又或者你吃飲食方面 不要經常令你血糖很差 譬如糖分、澱粉質等等 那你便會令你出現的機會少些 而吃得太鹹 本身也真的會令到血壓高 除了血壓高之外 亦都直接會令你腎的功能受損壞 那除了這一類 我們常見 就是平時你生活裡面的食物之外 其實也都有一些 另外就是說 譬如肉的蛋白質量 盡量不要攝取過量 因為過量的蛋白質量 對腎都是一個負擔 那你剛才提過 可能肉類的蛋白質量不要吃太多 但是其實現在都幾多人減肥 或者我操肌 我就真的不斷補充蛋白質 其實是否作為醫生都不是很建議這樣做 其實都是的 應該這麼說 當然 如果一些劇烈的運動 那你是需要比較平時 多一點的蛋白質的補充 去抵消了你 你運用完之後 用了自己的肌肉的蛋白質的補充 所以你是需要吃多一點的 但是不代表需要吃過量的蛋白質 因為你多了過量的情況 其實是你根本就用不到 它多了出來的 其實是有機會 對你自己的腎體有相關的影響 那至於你說 做完劇烈的運動 用吃多少的蛋白質 來之補充得到呢 那這個可能真的要請教他 他們自己的教練 又或者他的營養師 又或者一些 跟運動學有關的醫生 或者一些 他們會比較準確地去評估到 你做完劇烈的運動之後 其實你補充多少蛋白質 你是 又切合到你的需要 又不會過多到影響到 你有其他的腎的問題 大家都要記得關注自己的腎臟健康 不僅定期做body check 飲食上要注意 運動也要做多一點 今天謝謝何醫生的分享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